大家好 我是雷廷 今天我要來做一個戰車世界的一個地圖攻略的一個分享 我先按一下自由視角 這是我的一個replay 那這個點是我的朋友跟我說 我那時候問他說如果我是五階的四號 然後如果我是裝七十圓圓砲 我可以去帶什麼點 我通常只會走山上或者是走一二號線 然後他跟我說有這個點可以帶 然後我發現飛象跟我講的 飛象是我朋友 這個點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可以從這邊直接打到山上去 我以前都不知道這個地方可以躲 現在知道了之後發現這個點真的太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各位是黑槍的話 除了一二號線的後面做黑槍之外 如果像這種四號這種 裝長炮啊 想把它當成黑槍來玩的話 各位都可以試看看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我右下 那個螢幕下面有看到 我有裝衛裝網 因為裝隊裝網的時候停著嘛 一定好像一定時間到他隱蔽值 會下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雙雙打人 然後人家不會看到 是蠻不錯的點 就一直支援隊友 我手殘都打不到 這個點黑槍是真的蠻爽的 不過這場我們後來是以失敗做結束的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事實上說 這個點算不錯 可是飛翔跟我說這邊不能帶太多人 因為一定有一定成一定數量的人上山 就像我們這次只有兩輛日本虎士在那邊 有點太少了 所以變成說 他們如果兩個崩了之後 我們這個黑槍點很快就會被發現 然後就會死 那我現在是想說 先開砲來給他們山上的一些人一點壓力 讓他們看會不會往後退 不然我們兩輛日本虎 我們山上這麼多人 真的是很危險 亮到一輛Rudy 然後看大家都出來了 那個傑克的軟機車 所以說4號大家都建議我裝105M 沒有問題是我這個人就是很喜歡 欸 沒事找 沒事找是做嗎 該怎麼說 就是 喜歡折磨自己吧 喜歡跟人家不一樣 應該這樣講 我喜歡裝70輪炮 黑槍感覺蠻不錯的 蠻爽的 準度好 可是穿透力真的說低 所以這一台要裝70輪炮 上金彈的頻率喔 非常的高 目前的裝備 我是裝快田快苗 還有衛裝網 那技能呢 我建議各位 如果想像我這樣玩的話 技能全部點衛裝吧 至少要有 可能1技或2技 還不用全部點衛裝 3技的話可以開始全部點衛裝 因為他說 上面寫說 衛裝網配合衛裝的技能 時間會特別好 我只希望自己 躲著射人的時候 是隱形的狀態 那4號 去查過他 官網是說啊 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有附加裝甲 可以防止高爆彈 然後他的血量 在同階的中坦裡面 算是比較多一點點 沒有多很多 多一點點而已 可以比較一下T34是450血量 那雪曼是460 他是480 所以是高了一點點 那他的裝甲也比 T34和雪曼還要可靠 正面裝甲80毫米 擋一些小車的炮彈是OK 那側面的這個側群 勉強可以賣履帶 他的優點就是說 這輛車齁 正面的浮角很好 就是 日本武要開始上京的 對 那就是他打不穿 然後啊我就被發現了 因為他這邊崩了之後 我就說這邊很快就被發現 所以基本上一定死 這邊我們又馬上死 是運氣 是幸運 不過這場我後來也沒活多久 那他這場的缺點就是說 他砲塔彎到側面的時候 浮角變得非常的爛 優點就是 正面 像我的砲管現在 砲塔指的前方嘛 砲管直接往下彎 浮角非常好 可是 如果我的砲塔彎到側面的話 是幾乎沒浮角的狀態 很多戰車都有這種問題 4號也不例外 像4號因為 車身裡面要塞太多東西 4號在史書上介紹是說 他是高性能的戰車 具備很多戰車條件 他是硬塞吧 所以一塞的東西都塞進去了 所以他變成說 隨便被打都會壞裝備 尤其是彈藥架 我發現很容易壞 彈藥架還引起都很容易壞 那這邊我就死了 唉 因為我太急了 就死了 所以4號的講解到這邊為止 希望大家對4號更加的了解 那4號我真的是覺得 可以太不錯的狀態 對啊 GG啊 沒辦法 山上那邊崩了 隨時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這個介紹影片 當然我講的不一定是正確 有一些齁 可能我自己講的也是我個人的看法 所以各位如果對我的講法有任何的疑問或者是 任何的意見的話沒關係 就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去看你會去回 好那今天的這個介紹影片呢 大概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那謝謝大家的收看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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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